长期出租房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下长期出租房的优缺点 有想要了解出租房的朋友们联系我 长期出租房优点 一、稳定的租金收入 长期出租通常可以获得稳定的月租金收入 这对于依赖稳定现金流的房主非常有益 二、较少的管理要求 由于长期租户通常会在数月或数年内入住 因此周转率较低 需要更少的清洁和维护 三、较低的空置率 长期出租通常周转率较低 导致空置率较低 租户群体较稳定 四、较少的管制 长期出租通常受到的管制和限制比短期租赁少 长期出租房缺点 一、有限的收入潜力 长期出租通常比短期出租产生较少的租金收入 二、较少的灵活性 长期租赁协议通常为一年或更长时间 限制了房主人使用或出售物业的灵活性 三、租户筛选 寻找好的长期租户可能是一个挑战 一旦签订了租赁协议 驱逐不支付租金或损坏物业的租户可能会很困难 四、物业损坏 由于长期租户通常居住更长时间 因此物业可能会有更多磨损和损坏 这可能导致更频繁的维修和保养 有想要了解和购买出租房的朋友与我联系